Hello 大家好!2020年新年快樂!HAPPY NEW YEAR! 2019年相當難熬,所以過了一年充滿負能量和不開心的一年 那麼新的一年我們如何能夠在能量上幫自己打氣呢? 愛災的環境,例如國際間、大國之間的角力我們沒有辦法參與 但我們自己的家就是我們的掌握範圍 我想說一個最近發生的例子 兩姐妹年輕有成就買了一層樓 幾個月之前就走上來跟同事說 我想跟女王介紹西藏高增幫我們看風水 同事跟我說的時候我就說 西藏高增就不看風水的 不過如果她信得過我的話 我可以幫她做一個五元素的淨化 以及做一個能量的調整 那後來我就說 不如這樣吧,我幫你檢查這間屋,看看有沒有 那間屋,我不說一個地址了,OK? 那大家可以看到大約有少少的資料分數在這裡 那間屋的整體分數 100分滿分是35分 健康的話,100分滿分是50分 財運,即是對於穩算是100分5分 65分,然後和目是25分 那間屋,她聽完之後就說 這樣嗎?那不如我們整整它吧 我說好啊,但你記住要在搬進去之前通知我們 我們幫你做完五個元素的淨化之後 再做完能量調整,你才可以搬進去 那時隔了幾個月,沒有消息 那我們不以為言以為,可能還在裝修 但怎知道前一陣子我突然見到他們兩姐妹一起上來 剛巧我又在前面 然後她跟我說,女王你快點幫我搞這間屋 我們搬進去一個星期,撞了兩次車 是真人真事來的 如果有機會,請他們兩個現真說法 然後我就說,你為甚麼先搬進去 你一定要先搞了 她說,我們搬進去了 已經撞了兩次車,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就說,你不用擔心 我同事馬上過來幫你做 地水火風空五個元素的淨化 必須要現場去做 所以我同事就去了 裡面帶的東西,包括有 鼠尾草,蠟燭,一個黑色的大銅撥 另外還有淨化的奇緣文 另外還有聖地的水和種撥 而我幫她做能量的淨化 做完之後,現在so far so good 那為甚麼一間屋一定要淨化呢? 那是否新屋才要,而舊屋便不用呢? 你看我們中文的習俗就是年雅伯會洗腩 因為其實你住久了 裡面難免,家人之間,夫妻之間 都會有爭執,有吵架 而大家難免會有疲,病 還有情緒不好的時候 那其實你家屋就好像海綿一樣 人都好像海綿一樣 如果我對著你,一直攻擊你,罵你 即使我沒有真的拿刀捅你,或者打你也好 但是你都會感受到那個攻擊 以及感受到那個不開心 因為你好像海綿一樣,你吸了下去 家屋同樣的 所以其實我們家屋,我們應該定期幫他做清理 那清理的方法有很多 譬如中國人喜歡用鹿有葉,尤其是廣東這邊 如果北方的喜歡用牛黃、艾草、豬沙 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習俗 而西方的做法,往往就喜歡用鼠味草 鼠味草加蠟燭 但如果鼠味草加蠟燭,我們聽到是有地的元素 火的元素,還有風的元素 因為蠟燭是火,點大地所出的鼠味草 還有煙就是風的元素 但是還會差兩個元素 就是聖地的水,水元素 聖地流動的水 現在已經是子母的水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並不是跟他媽媽 即是抗石已經脫離了關係的水 所以其實一般我們喝的膠瓶水 它沒有生命,它沒有能量 即使有的能量,都是死的能量 不好的能量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水 知道答案本書 所以我們平時出去買完水晶之後 他叫你用水龍頭沖水 其實這個沒有用的了 因為水龍頭的水其實是上面水缸的水 都是子母分離的 最後就會用這個縱撥 或者會用銅鑼 水晶縱撥、陰叉等等 去調整房子 那房子需要的是什麼hz 什麼frequency 你就對應那個 給回房子 這樣就能夠將你家人 一年,2019年 所積下的膠瓶水 負面能量清了 下一集再見 這集再見 你可以示範到 那一集再見 我的天啊 你爭取得到